卓布大師新海城又來一新電影 之前被人救病 想著畫背景又忘記畫人樣 想著寫生又忘記早寫故事 來到這個令牙之旅 她又會不會痛改前非呢? 我們一齊來聽聽 大家好我是令一 這是一個專門評論歌影視的頻道 我們頻道會定期推出一些推介劇集 或者電影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接收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你訂閱我們 加入我們支持一下 同時我們已經開通了IG 如果有興趣都可以過來追蹤一下 和我們一起靜默的心夜夜叫 今天要說的電影就是 新海城的最新作品《零牙之旅》 大家一直都說新海城的出品 每秒CAP下來都可以拿來做desktop的Wallpaper 但每天的主角 男女主角都十足露人樣 分分鐘讓你看回那幅圖 你還未知那個角色到底出處何重 玩完隕石玩完海嘯 這一套又會玩什麼呢? 其次呢 會不會可以呢 不要再想念那個畫面 就想念那個劇本 再說下去呢 又有劇透的了 如果你介意的話 我建議你先去戲院 看完這套戲 再回來聽我們怎麼說 但如果你又不太介意 準備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巡例來說 怎樣都要先說一下故事大江 話說呢 至少已經失去了雙親的女主角 凌芽 就跟她阿姨一起雙依為命地長大 因為在她四歲的時候 連她至親媽媽都離去而去 所以對她那時候的記憶都依然非常意氣 已經讀中學的凌芽 一天上學的時候 突然路過的時候 看到一個帥哥 一看到別人的時候 就立即主觀地覺得 跟別人似曾相識 誰知道這個時候 帥哥突然間首先開口 就搭爹 問他附近有沒有廢墟可以介紹 那凌芽想都不想 就介紹了一個年輕的廢墟給他去 走到半路的凌芽 不知道是因為擔心春深的問題 所以就回到廢墟那裡 找那個帥哥 去到那條老街 就什麼鬼都找不到 只是一個中庭看到 零零射射射凍了一道門在中間 打開門就十足 好像Loki找到阿康的星空世界一樣 但零雅無論如何努力 穿過那道門都去不到那邊的世界 還隨意撿起了門旁邊的石 誰知一個不在意 那塊石變成貓 之後就轉一聲就走了 怪事連連 所以就在午餐時 趕回學校 打算吃飯調整一下心情 吃吃飯的時候 看出窗 誰知發現後山伸了一隻 好像幽隱的怪物出來 最奇怪的 還要只有他一個 看到他身邊的同學 周圍的人 都完全對那個東西 視而不見 於是他又衝回去後山 又找回中庭那道門 就在那裡 從遇了那個帥哥 努力地夾回到門 一番努力過後 兩個人終於努力把那道門夾回 但可惜過程中 靚仔手臂就因此擦傷了 所以靈牙就堅持要帶他回去急救 喂大哥 人家擦傷而已 如果他沒有受傷 你怎麼辦 帶他回去擠暗瘡嗎 嘻嘻哈哈 一輪過後 在窗邊就突然出現那隻由石頭變成的貓 說了一句 喜歡靈牙 又不喜歡那個靚仔之後 靚仔一聲就變成了三腳椅 為了追貓 變成了三腳椅的男生 在路上奔馳 為了追兒子 靈牙就在路上窒走 過程 他們又搭船 又搭火車 去到不同的地方 就關不同的門 去阻止災害發生 繞了一個遠路 最後去了東京 發現那裡又有怪物出門 解釋一下 原本那隻石頭的貓 是一粒叫要石的東西 那隻怪物 就純粹是一條極長的幽印 相傳日本 就有兩粒要石 一粒就捉他的頭 一粒就捉他的尾 壓住他 就讓他明白 在那個常勢的星空世界 就走不到過來人世的作惡 但因為靈牙多手 拔了一粒 所以就令到那隻幽印 就整天蠢蠢欲動 想衝過來人世那裡破壞 就算被他們捉貓 那隻貓死都不肯 變回石頭 去鎮住那隻幽印 緊急關頭 靚仔的三腳椅 就變成了要石 取替那隻貓 去鎮住幽印 代價就是永遠都要留在嘗試裡面 作為女主角的靈牙 怎麼能夠忍受和靚仔陰陽相隔呢 結果就去找靚仔的阿爺 就詢問關於進入詳細的方法 經過一個長征的旅程 到底女主角可不可以和靚仔重遇呢 如果過去秘密記憶都被揭露 到底裡面吻含了什麼記憶呢 這些就留給你們自己去看了 讚這套戲很快 聽著吧 畫面漂亮 音樂好 配音不錯 講完的了 沒什麼好讚 講一下故事 如果你說我是因為沒有經歷過地震 所以感受不到故事帶出來的意義 其實我還是不太明白 那時2011年的311大災難 是真的很嚴重 離難和失蹤人口都成萬人 故事的主角在日本東濱西跑去山後門 就是為了阻止幽印去引發地震 那作者是不是就是呈現 因為當年11年的時候 他就是沒有關上後門 所以引發地震 而今年的他們又來修補這個缺陷呢 我只是覺得這個很矛盾 並不是一個可以撫平到傷者心裡 那套傷痕的一個方法 而我發現新海城真的很喜歡玩這些時間線的遊戲 整個故事去到至意不明的那個環狀時間線回廊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說詳細的時間流動和我們人世的不同 當刻的那個循環我覺得非常坑易做一個揭露位 所以如果你要我解釋的話 都可以說出一個雞湯意義 就是自己的創傷只可以由自己去撫平 就算是身邊的人帶給你的愛和溫暖都只是治標不治本 而另一點我所謂主角們日本東奔西跑都只是跑了幾點而已 我強烈懷疑就是新海城想去四圍畫風景畫 而大於想去描寫一個人物出來 明明有這麼多時間被菱芽和草泰去獨處 但都沒有好好把握文本去描寫兩位角色出來 都只創情的流動就是安排相應角色去做相應的事情 你不會明白為什麼草泰會那麼義無反顧地繼承家業 或關門獅的身分對她來說有什麼意義 死定只有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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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哪呢 跟媽媽和阿姨兩個感情都不明不白 不知道從何而來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就去做了關門師 更不要說為什麼突然間寧願犧牲自己 都要以身相去救他只是剛剛相會的一個草態 你可以強行說因為其實他記在回圈那裡 其實他已經是見過草態 所以他就會對他有一種好像迷戀的感覺 但其實他當中沒有經歷過什麼 你想說服我們他很黑君銘心的話是不可能 而多一位神明的兩隻貓更加意義不明 故事裡面都說了 神明是經常都三心兩意的 所以的確不需要分他的好角色和壞角色 但他突然攻擊女主角 突然間又要幫女主角 突然又想為女主角的犧牲 全部都離得轉折太快 而被稱為新攻忌進的新海城 都不負眾望 今次的幽靈都始終是幽靈公主裡的麒麟獸本體 見到第一下他伸了一條東西出來 再伸一隻手腳腳出來 真是搬自過子一樣 同樣都是為世界帶來災難 還是其實本於日本神話的確有這樣的東西呢? 編除麒麟獸不說 在詳細或廢墟裡 你都可以找到種種公奇進的影子 就好像看另一個版本的千願千尋一樣 雖然我覺得在燙續力方面 他跟公奇進依然差很多條街 真是只可以說句話 苦不成反女犬 新海城對我來說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畫真的漂亮 我真的沒什麼可以挑剔 但故事最重要的靈魂 永遠都顯得很空洞 角色永遠都給不到別人任何記憶點 總括而言 電影故事裡面 全都是好人好事好幸運 你不會看得不開心 你不會看得不舒服 跟我一樣 都覺得令我打開第一道門 應該見到正義洗澡的你 歡迎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記得做齊以上的事 讓我們不要被人放逐到詳細裡面 更可以Superfans 不斷支持我們的Channel仔 我是令一 希望下次可以再見到你 成王成虹 鳳環鱗魚 MING PAO CANADA